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雨晨找你 教练打来的 他要我立刻下楼集合 如果比赛当天 雨晨能够亲自到场 看我拿下金牌 不知道该有多好 妈 我走了 加油哦 加油 一定会的 雨晨 等你看到这件漂亮的婚纱 你就一定会答应的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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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тров 走 小新 子央 我自己下去就好了 那中午的約會 被別人看到了不好 你幾個人太多慮了吧 我們兩個不就吃頓飯嗎 我怕別人說閒話 再說一會兒我還要開會 回去了啊 路上小心點啊 拜拜 拜拜 你來這裡幹什麼 雨晨 我今天在 走啊 雨晨 你慢一點啊 你要帶我去哪裡 你帶我公司來幹什麼 雨晨 你看 你看 這是不是很美啊 誰讓你來的 是平安嗎 不是平安 是我自己坐車來的 雨晨 你看 這是不是很漂亮 我告訴你哦 這件婚紗 我從來沒有穿過 我想把它送給你 雨晨 你是不是不高興啊 雨晨 來 這是送給你的禮物 我希望你會喜歡 你 你 你你為什麼 把婚紗丟在地上 會把它弄髒的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我快被你煩死了 雨晨 你別生氣了 你是不是 不想結婚 那結婚的事情 我們慢慢再說好了 你跟平安到底要糾纏我到什麼時候啊 我是不會跟平安結婚的 你聽清楚了嗎 雨 雨晨 平安就要比賽了 我求求你 你你去給他加油好不好 他這一次一定會拿到金牌的 你不要再說了 我不想知道 雨晨 平安都哭了 他好可憐的 雨晨 是不是我不好 我 我做錯事情了 我不好 我會改 雨晨 我求求你 你 你不要不理平安好不好 雨晨 沒錯 我是怪你 我怪你拖累了平安 我以前就討厭你 現在更討厭 我怎麼跟你們生活在一起啊 跟你在一起 我還有什麼未來 還有什麼夢想可言 我求求你十項殿 你趕緊走吧 你不要再來反我了 雨晨 是我不好 我會改 你 你打我 罵我 你 你不要離開平安 我求求你 你不要離開平安啊 我最後再跟你說一次 永遠不要再來找我 麻煩你也告訴平安 讓他死了這條心 我永遠都不可能嫁給他的 你走吧 你不要再來煩我了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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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别再沒有 這條心 你幫我 死她 你會不會 我會想看錢 你不要再被它 我會想看錢 你別這樣 我會想你 你別這樣 要給我 你別這樣 你別這樣 我们这儿馄饨可好了啊 你看看 大姐 来来来 这饺子啊 外面买不到的 可好吃了 你拿着吧 多少钱啊 就给十块钱吧 十块钱 求我师父 谢谢啊 等一下 再送你一个大蒜头 加上这个更好吃 好好好 谢谢 现在下次多来买啊 谢谢啊 又买点鱼盒 看什么看哪 做生意嘛 凭的是本事 是吧 你马上给我滚远一点 凭什么呀 这地方又不是你家的 你能在这儿摆塌 我就不能 滚 你干什么呀你 你凭什么偷偷东西啊 你讲不讲理啊你 我救得跟一家东西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的家子 你给我混蛋了你 你给我强行吧 我就撒你们家攀走 我的饺子 你小心坏啊 你这混蛋 你听什么欺负人呢 你欺负人 阿姨 怎么了 违反呐 你看这个混蛋 他把我的饺子 全都打到地上去了 来来来 掀起来 掀起来 来 坐下来 我的饺子 来 多大事 你一看就 这个混蛋 你是谁的叫不叫你他 这怎么回事 这市场是你们家开的 你的地盘啊 说杂就杂 说欺负人就欺负人哪 小管老子闲事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我还管定了我 你怎么撒我贪子 你 你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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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算了 别打了 打死怎么办呢 我就一卖馄饨的 你跟我着什么急啊 我告诉你啊 这些饺子 全部算你的 拿钱 对 赔钱 我 我 我给 快点 多少钱呢 那 那几个饺子值这么多钱吗 还没管你要 及时损失费呢 就是 这 打不过他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再这么欺负的人 那就是 什么人呢 做生意就得各凭本事 打扰你这样子的 不就管事了 主阿姨 行李 救了 你生着了 救了 救了 那上一院看看 车在那边 走 行 他们好像也受伤了 以后不能这样啊 给 知道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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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走路的 不长眼是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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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注意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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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你到底在哪里 平安 你在哪里 我找不到回酒店的路 我 我 不想 你 你 我 没 你 在哪里 好 那就这么定了 给我来一份香辣鱼 两份干面 一瓶白酒 没问题 好的 马上到 两位 你们先喝酒 菜马上来 好香 像 像谁 你像韩国的明星裴友俊 还像李炳线 李炳他们多帅 我哪有人家帅啊 说你是我心中的 白马王子 一点都不为过 白马王子 那你怎么说 那你是那个 那个老公主是不是 我是发自内心的 感谢你 我是打心眼里 觉得你好吗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感谢的 只不过是跳个舞 散散心情 来喝一个 来 可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有缘分 你看 第一段缘分是 在网络公司的门口 我崴了脚 你过来救了我 第二段缘分 就是我满怀心事的时候 无处诉说 是你听我诉说了 排解了我心中的忧愁 我希望我们俩有第三段 有更多的缘分 继续下去 望永 说心里话 说这些让人脸红心跳的话 我得先喝点酒再说 你们慢 西丽雅 我跟你讲 说得心里话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一事无成 你看 我既做不了一个 能卖出话的画家 我又不能帮我姐 多赚点钱 我的老婆 准确地说 是我的前妻 在她的眼里 那我就是个 混吃等死的祸 干嘛这么说呀 你在我眼里 可是充满了艺术气质 这个世界上 没有眼光的人太多了 就比如说 你那个前妻 不知道她怎么想 不过我也要感谢她 多亏她走了眼 我才有了机会 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是发自内心说的 虽然我这人说话 夹强带棒的 但是我绝对不愿意 说假话 我跟你这么说吧 这搞艺术的 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你找了一个 能欣赏你的那种 知音博乐 那你就成功了 再者的话 就像我这样 穷途陌路 谁说你穷途陌路了 我徐丽就是你的知音 就是你的伯乐呀 来 我敬未来的大花家一杯 我们干杯 好 干 干 让我来 阿姨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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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 我陪你 那怎么好意思啊 你啊 帮我把大智叫出来 不用这么麻烦 来 来吧 行吗 没问题 慢点啊 没事 谢谢 你这么个大会计师 还这么照顾我 其实啊 这个桥扭伤了 没什么关系的 去药店买点药 敷一敷就好了 你看你 又是照X光 又是中医推拿的 还特意到药店 买这么多药给我 阿姨 您千万别这么说 若鱼呢 是一个孝顺的好姑娘 她都这么孝顺 我得配得上她才行 再说我跟你讲 您在若鱼的心中 那可是相当十分 特别重要的 所以啊 这么做都是应该的 我给你弄点水啊 好嘞 若鱼 妈 回来了 你脚受伤了 疼不疼啊 不疼不疼 你看 有伟凡这么照顾我 我哪有空疼啊 伟凡 谢谢你啊 我妈脚受伤了 你还带她去医院 没事 这都是应该的 遇到这种事啊 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也会拔刀相助 何过是阿姨呢 是不是 那更得拼了命 保护到底 是啊 若鱼啊 要我说呀 咱们以后啊 要多想想伟凡的好 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 统统把它给忘了吧 伟凡 你怎么来了 你来得正好 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 是吧 大致 好 我看你啊 不仅仅要向伟凡讨教 怎么好好学习 还得跟他讨教讨教 怎么当一个孝顺儿子 妈 我多孝顺啊 妈脚受伤了 是伟凡带着妈去医院的 妈 你脚怎么了 脚怎么了 站这儿老半天了 都没看到你妈脚受伤了 怎么伤了你 这么个没眼力气的儿子 我 行了 行了 阿姨 没什么好学的 就是今天在市场 把阿姨赶走了一个无赖 再说之前 之前我伤害过若鱼 我应该好好表现一下 我可不想再错过像若鱼 这么孝顺又善良的脸 对了 你说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 我有好多问题 陪我上楼看一下 行 阿姨 我先帮她看看啊 妈 那我们先上楼看书了啊 好好学习啊 好好好 妈 妈 好 你也坐 你也坐 若鱼啊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你有没有想好 以后的感情归宿啊 我还没想那么多 我想先帮家里渡过难关再说 妈妈是这么想的啊 你看你能不能再给韦凡一次机会啊 我觉得她这一次啊 是真心悔改了 要不你们就试着啊 进那儿去拿她 总之 经济法这门学科 短时间之内很难掌握 嗯 当时考它的时候 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嗯 关键就是要 会整法条 嗯 然后找出系统框架 嗯 还有 看在你是我未来大舅哥的份上 我把我多年的秘籍传授给你 好啊 一个字 背 好好好 哎 不过伟凡 我今天听你说完之后啊 真的觉得有如大梦初醒 就是一个字 背 嗯 只要是找到诀窍之后啊 读起来就容易多了 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 哎 伟凡 我们两个同学这么多年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不管什么样的考试 你总是能两三下就搞定他 羡慕什么呀 有什么可羡慕的 我就是有点小聪明而已 还有大志 嗯 今年 我绝对看好的 你一定能考上的 等考上之后呢 到我那儿去帮忙 啊 帮我早日达成 我跟若鱼组成幸福家庭的梦想 嗯 加油 嗯 维帆 若鱼 来 若鱼 喝水 哦 嗯 来 喝水 啊 啊 啊 若鱼 哦 对了若鱼 韦凡这个人呢 表面上 看起来有点油腔滑调 但其实他本人还是很善良啊 哎 你这是在帮我吗 哦 什么叫表面看起来油腔滑调 你说我表里不一样 嗯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打住 我知道你意思 若鱼啊 你哥的意思是说我 说我这个人吧 表面上看起来 是像他形容的那样 但是我的内心 内心很善良啊 啊 内心不必善良 而且 我 好了 别说了 我相信你就是了 嗯 真的 嗯 若鱼 你这算 答应重新接纳我了 嗯 走 开车 好好好 走 我回来了 妈 妈 奇怪 人呢 你 若鱼 你今天能重新接纳我 我真的特别开心 我今天会随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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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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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夹到列队婚姻 你真好 走吧 我电话 我先记一下 喂 平安 喂 瑞宇 我妈不见了 什么 伯母不见了 你别着急啊 你知道她去了哪儿吗 我也不知道 这样 你现在等我 我们一起去找 我真怕我妈会走丢啊 你别担心 伯母一定不会丢的 那我等你 嗯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朋友妈妈不见了 我得去帮她找 朋友 朋友的妈妈 哪儿弄出这么一个朋友啊 丢了就自己去找呗 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走 看戒指 走 伯帆 不好意思 还是下次吧 我觉得找人比较重要 我自己先去了 我自己先去了 若鱼 若鱼 莫名其妙 一个电话就跟人家跑了 朋友 什么朋友 比看戒指还重要 我去找你了 你去找你了 小就要找我 你去找我 还要找你了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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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你了 你去找你了 你去找我 你快來救救我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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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你有消息嗎 沒有 整個酒店我都找遍了 沒有人看到他 你別擔心 伯母一定不會有事的 我們一起去找 剛才我從這條路跑過來 沒有看到 我們再換條路去找找 好 我們趕快去找吧 我的青春小鳥一樣 不回來 我的青春小鳥一樣 不回來 師弟 這這這這 不是到你家了 不是嗎 房子在晃啊 樹也在晃 我們抵震了 沒話我跟你說 你喝醉了 誰說我喝醉了 我沒醉 我認得 這這就是我家 對對對 我也認得你 你就是我的白馬王子 我的白馬王子 你這麼 我說 我就說你喝醉 你就喝醉了 我說我根本就不姓白王 你喜歡 你喜歡 那個你先信我喝醉了 你先就你好不好 我不想回家 我還想跳舞 我愛的青春小鳥一樣 不回家 學弟你站住 你別亂晃 我說你別晃 別別晃 不行了 我沒晃啊 天色怎麼了 你說一個女人合成這樣 像什麼話 像什麼話你說 你說錯了 我不是一個人 你也不是一個人 我 可是我們兩個 是兩個單身的 單身 別別別 學弟 我給你很嚴肅地說一件事 據統計 像你們女人 一個女人喝成這樣 最容易 讓罪犯下手你知道嗎 你聽我話 趕快回家睡覺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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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 我不想回家 可是我又不敢不聽你的話 你好像我的老公 我戀愛了 我戀愛了 我的清晨小鳥 她又回來了 我的清晨小鳥 她又回來了 平 平 平安 我想回家 平安 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平安 平安 怎麼辦 雨越下越大 我媽沒帶傘 她會淋濕的 若瑜 你再幫我想想 還有哪些地方沒有找過 你媽那麼想要你跟雨晨結婚 會不會去找雨晨啊 對呀 媽 媽 你想什麼呢 這麼出神 沒什麼 什麼都沒想 媽 你是不是有心事 有心事說出來啊 別憋著 這不是你的風格 雨晨 媽如果再嫁 你們不會反對吧 我無所謂啊 你想嫁就嫁 別被騙就行了 我想雨喬應該也無所謂的 雨晨 原來在這個家 有我沒我都一樣啊 你們那麼不在意我 雨晨 是我 雨晨 我媽媽她今天有沒有來找過你 今天啊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她 我媽到現在還不見人影 她到底有沒有來找過你 今天你媽是來找過我 不過很快就離開了 我趕緊開會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兒了 好 雨晨 那對母子 為什麼還在糾纏你 不是分手了嗎 幹嘛還打電話給你 好煩啊媽 你別管我 我不管你管誰啊 我花那麼多錢 送你出國上學 你腦子靈光一點兒 像那樣的母子啊 你想都別想 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一定會找一個錢多的 數也數不完的老公 讓你每天都非常有面子 這樣你滿意了吧 請問犀利小姐 我現在可以走了 終於成您 你得像我一樣學會生活 對孩子們強壓硬逼 只會讓自己更加痛苦 雨晨 你這樣想媽就放心了 早點睡啊 我多聽話呀 你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 個子跟我差不多高的 然後留著長頭髮 比副白白的女的 看到了 她往那邊去了 謝謝 沒事 謝謝 快點 我來吃你 留著 沒有 我哭了 好 遙遠 說 妈 父母 妈 平安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好担心 太好了 你终于来救我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救我了 我好害怕 妈 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乱跑 要是你不见了 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错了 以后我不会这样子了 对不起 没事了 没事了 别怕 我 我只是想把这件婚纱礼服 拿去给雨晨 我想让她高兴 让她答应 答应跟你结婚 可是 雨晨她好生气 我好 好害怕 雨晨她对你做了什么 她把婚纱扔到地上 平安 我希望看到你和雨晨在一起 快快乐乐的 那我也会很快乐 可是 可是 为什么雨晨 她那么生气 妈 没事了 回去再说吧 走 我 在家里 是 雨晨 你 没有 你 没有 你 没有 温暖 鲁瑜去帮你买感冒药 待会儿吃了药 人就会舒服了 好吗 药来了药来了 买到了买到了 给 跑了好多家药店 才找到的 妈 吃药 喝水 伯母 好些了吗 哪有这么快见效的 是吗 是 是哦 那晚上再问一次 就会知道了 若鱼 今天真是谢谢你 没关系 我头好晕 我想睡 妈 你累坏了 赶紧休息吧 晚上还要起来 再吃一次药 赶紧睡 平安 你明天还要比赛 你先去睡吧 我在这儿陪着伯母 那怎么行 你忙了一天撑不住的 我来就好 不行 比赛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养好精神 你放心 我晚上会陪伯母的 还会按时给她吃药 若鱼 哎呀好了别说了 记住 我们是朋友 朋友就是这个时候 起作用的 快去睡吧 走啦 我妈交给你了 嗯 嗯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她 我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啊 啊 烦死了 去哪儿了 子阳 喂 李晨 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要向你报告 请你务必伤脸 什么事啊 你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 你得先答应我 我才能说 你要我签不平等条约 那我岂不是吃亏了 你就放心吧 如果真签了不平等条约啊 那吃亏的人一定是我 好 赶紧说 什么事 我想约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明天见面 这两个女人呢 都是既漂亮又能干 关键的是 她们都是我最深爱的女人 语辰 你在听吗 在听 我呢明天想约你 和我妈吃个饭 怎么样 跟你妈吃饭啊 我 我当然愿意啊 可是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才得体呢 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长得那么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喂 语辰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我在想我要穿什么衣服 那行 那我们就明天见 对了 我要小叮您一下 我妈这个人吧 很有时间观念 所以你千万别知道 知道 一定会准时的 好 明天见 拜拜 佩玉呢 咱若鱼是昨天晚上没回家呢 还是 一大早就出去了 我怎么没看到他人呢 你睡得早 他打过电话回来了 说是什么 一个朋友的妈妈生病了 他呀 得帮着手手业 这孩子就是热心肠 说不定 若鱼是个善良的孩子 他做好事 你说的干吗呀 真是 爸早 妈早 大致啊 快点 吃早饭了 大致啊 这快考试了 这次能行吗 爸 你这个问题问着了 这次考试肯定行 我有秘诀 魏凡的侵传 所以我觉得这次考试 肯定没问题 你看啊 魏凡这孩子啊 真是不错 你看 对我又孝顺 对大致又关心 还传授他考试的诀窍 真是一点私心都没有 所以我在想啊 我们是不是 找个时间 一起吃个饭 讨论讨论 他跟若鱼的婚事啊 这次我觉得他挺有诚意的 我告诉你啊 别想把女儿 嫁给这个男人 我宁可让我们若鱼 嫁不出去 也不能让他嫁给这个 使他受尽了委屈的男人 老公啊 老公啊 我觉得吧 这个人的心呢 他是会改变的 对不对 你看啊 他跟大致是同学 也有了这层关系在 也算是多了一层保障嘛 是吧 小致 伟凡的性格和你差这么多 如果他不是看上你妹妹 他是不会跟你走这么近的 你知道吗 爸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我也有我的优点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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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现成的好女婿 又是会计师 家里条件又好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我就是不满意 你想想啊 他让咱们若鱼受了多少委屈 那么多的痛苦 那么多的难堪 就是若鱼心软了 咱们当父母的 也得尽到责任啊 得提醒提醒孩子 不能让他再重蹈覆辙了 大致 你这个当哥哥的 你能不能替自己的妹妹 想一想她的将来啊 爸 我会的 我还要去图书馆 还要查一下资料 我先走了啊 就这么固执 一点都不知道变通 我这个人呢 宁可挨自己的老婆骂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女儿 嫁错了人